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魅力爆棚的完美男人 却遭遇了婚内被出轨 因此李尔登和妻子因为离婚闹上法庭 就在开庭前 李尔登突然解雇了自己的律师 同意了妻子的一切条件 妻子看着李尔登 露出了愧疚的眼神 走下法庭 妻子对李尔登恋恋不舍 他对李尔登说自己还爱着他 其实李尔登也是一样 但他不能接受爱人的背叛 两个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彻底分开 不得不说 李尔登是个好男人 也算得上一个好丈夫 虽然被出轨 但还是给他们的婚姻保留了最后的体面 离婚后的李尔登被三个死党叫出来 庆祝恢复黄金单身 朋友们都安慰他 他这样的条件在婚恋市场上是钻石级别的 无数女人会为他前铺后继 但李尔登骨子里对家庭 爱情的执念是很深的 好友诺曼热情地要给他介绍新女友 说实话 他的三个死党中诺曼是最花心的 长相却是最抱歉的 同时他也是最穷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油腔滑掉的老男人 反而时常被美女围绕着 这不 诺曼再次出现了财政危机 他能找到的最有钱的朋友只有李尔登 为了借到钱 他甚至跪在李尔登的办公室 但李尔登并不想这样一直助长他 但耐不住诺曼的死缠烂打 最后还是答应了他 在李尔登答应借钱的瞬间 诺曼马上又开心地邀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聚会 美其名曰要给李尔登介绍美女 李尔登当即拒绝了诺曼的好意 但因为是他的生日 李尔登还是去了诺曼的聚会 在聚会上 诺曼正有搞笑的肢体动作卖力地动弄着聚会上的美女们 李尔登对于诺曼的骚操作也是见怪不怪 同行的死党都自动地远离了诺曼 这时一个大兄妹突然主动走过来和李尔登打招呼 短暂交流之后 李尔登才明白过来 这就是诺曼给自己介绍的美女 大兄妹一见李尔登就表现得非常主动 但李尔登对她并没有什么兴趣 面对大兄妹的勾引 李尔登直接拒绝 就在她准备转身逃跑时 手里的酒刚好洒到了身后一个红衣美女的身上 李尔登着急地伸手想要帮女人擦拭酒渍 但被弄脏的地方刚好在胸口处 这下女人更生气了 她觉得李尔登就是在耍流氓 此时 身后的大兄妹还在继续纠缠 女人根本不愿意听李尔登的解释 愤怒地转身离开 结果就是 李尔登没有认识到美女 还惹了一身骚 聚会之后的某天 李尔登在超市购物 好巧不巧 她再次遇见了聚会上的红衣美女 一身牛仔服 美艳中透出随性 女人主动向李尔登打招呼 还堆在宴会上和李尔登闹不愉快道歉 女人表示 自己是那天情绪不太好 才会对李尔登恶语相向的 李尔登也没想到 女人如此的大方得体 两个人有了一次短暂的交流 之后 女人主动说了拜拜 看着女人离开的方向 李尔登赶忙追了出去 向女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礼尚往来的女人也给了自己的名字 丽娜 丽娜的回眸一笑 让李尔登彻底沦陷 眼睛再没有从丽娜身上离开过 到了最后结账的时候 李尔登找准时机 邀请丽娜共进晚餐 吃饭时 丽娜主动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丽娜原本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副总 就在快要升职的时候 公司的总裁表示了对她的喜欢 面对有夫之夫的总裁 丽娜断然拒绝 但总裁并没有就此放弃 无计可施的丽娜 威胁要告诉她的老婆 但最后 她不但被老板炒了鱿鱼 老板还在圈子里放出消息 逼得她在纽约待不下去 最后只能搬来这里 听到丽娜的遭遇 李尔登对她顿时充满怜爱 两个人结束用餐准备离开时 店里的服务员用日语和他们告别 丽娜用非常流利的日语回复了他们 回去的路上 李尔登在闲聊中 问起丽娜是在哪里学习的日语 丽娜表示自己曾经在大学学过 但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李尔登将丽娜送到家门口 眼看丽娜要上楼 李尔登提出想去她的家里坐坐 却被丽娜婉言拒绝了 之后的几天 李尔登没有再见过丽娜 因为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李尔登只能托诺曼帮自己去查丽娜的信息 得到的回复却是查不到任何的信息 等待的时间越长 李尔登对丽娜的兴趣就越高 终于 李尔登按捺不住 跑到丽娜家楼下等了许久 远远的 李尔登看到丽娜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两个人在离开的时候还接了吻 李尔登心悸如焚 却不敢贸然上前 错过了上前搭讪的机会 李尔登只能一家家的按门铃 终于在对讲机里听到了丽娜的声音 李尔登在对着丽娜的瞬间结巴了 但还好 李尔登还是给她开了门 进入李尔登的家 李尔登并没有见到李尔登 这时 李尔登的声音从浴室中传出 不一会儿 李尔登穿着睡衣从浴室出来 到了这个地步 她再不主动就太不男人了 李尔登抓住机会 询问李尔登今晚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是谁 李尔登说她只是自己的朋友 而且她是个同性恋 话都说到这份上 也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了 李尔登正准备向李尔登告白 谁知道丽娜竟先她一步告白了 两个人你有情我有意 借着暧昧的气氛把该做的都做了 李尔登陷入了爱情 很快 李尔登再次结婚了 婚礼上 他们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如果非要说奇怪的地方 那就是丽娜的父母并没有出席 而她的朋友也只来了两位 时间过得很快 丽娜怀孕十月生下了一个女儿 经历过怀孕生子的丽娜 依然美丽动人 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李尔登和丽娜一起在餐厅里庆祝 一个女人突然走过来向丽娜打招呼 但女人却称她嘻嘻 丽娜告诉女人她认错人了 但女人在看到丽娜正脸后 表现得更加诧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之后 丽娜的行为就更加奇怪 这天李尔登下班回家后 发现丽娜正在打电话 但等她走进厨房 丽娜就草草结束了通话 李尔登问她是谁 丽娜也只说自己在舞蹈班 认识的朋友代彼 然后就是李尔登在工作时 认识了一个和丽娜大学同校的女人 李尔登在和女人闲聊时 谈及了自己的妻子 但女人并不认识丽娜 之后 女人随口说了当时学生会主席 在致辞时突然猝死的大事件 回到家后 李尔登装作无意询问丽娜是否知道 但丽娜根本不认识学生会主席 这更加深了李尔登的怀疑 隔天 李尔登借口出差去了丽娜的家乡 经过一番打听 李尔登终于找到了一个认识丽娜的男人 男人随后的一番话 更是让李尔登困惑不已 李尔登从男人那儿得知了丽娜的家 随后开车去了丽娜的家 敲门后 开门的是丽娜的母亲 从母亲的口中 李尔登得知丽娜骗父母说她是中情局的成员 为了保密 所以她的身份不能告人 也正是用这个理由 丽娜骗父母不能去参加她的婚礼 而丽娜对她说的父母从小虐待她 更是无稽之谈 找到丽娜的父母后 李尔登将他们带回了家 看到自己父母的瞬间 丽娜仅有一秒的呆滞 随后又恢复了笑容 她热情地亲吻他们 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而这期间 李尔登并没有揭穿她 到了晚上 回到他们的卧室 李尔登质问丽娜 为什么藏起自己的父母 在这里 我不得不佩服丽娜的口才 原来是她欺骗了李尔登 最后在她的三寸不烂之舌之下 变成了李尔登如果爱自己 就应该接受全新的自己 而最后 李尔登确实如她所愿原谅了她 两个人决定重新开始 很快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 按说他们的生活会很甜蜜 但是很快 李尔登就发现 丽娜又开始一个人在餐厅讲电话 打电话时 丽娜笑得很开心 但只要李尔登走近 丽娜就会结束通话 她解释是在和代比聊天 面对李尔登的怀疑 丽娜总是会用打太极的方式化解 不管当时李尔登有多生气 最后都会被丽娜哄得开心 李尔登的秘书 因为家中有事 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公司为她找了临时代班的女秘书 当李尔登看到女人时 惊奇地发现 女人既是丽娜请来参加他们婚礼的好友 李尔登将女人带到丽娜的面前 而这次丽娜的解释是 她其实很久之前就爱上了她 那时李尔登还没有离婚 直到她得知了她离婚的消息 她设计了他们第一次的相遇 以及后面发生的一切 包括提前调查李尔登的喜好 丽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爱 所有的爱都是被设计的 这让李尔登无法接受 她只能去找斯坦喝酒 而拉丽给她的劝告 却是继续去爱她 她甚至用自己的婚姻去举例 拉丽的妻子 是他们共同的好友伊莱恩 在好友的劝说下 李尔登再次原谅了丽娜的欺骗 直到她在公司接到了 丽娜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居然是在酒店 李尔登根据消费的时间 猜测那个男人是诺曼 气急败坏的李尔登 回到家找丽娜对质 但这次 丽娜竟然没有解释 而是直接了当地 承认了自己的出轨行为 还当着李尔登的面 说了许多她出轨的细节 被刺激的李尔登 给了丽娜一巴掌 丽娜似乎是在故意激怒她 不断说着挑战 李尔登底线的话 最后甚至影射 他们的孩子不是李尔登的 李尔登被彻底激怒 直接将丽娜推倒在地 之后冲出家门 去找诺曼对质 等她再回到家的时候 被丽娜的心理医生 判定为危险精神病患者 不但如此 丽娜还叫来了警察 李尔登被强制 关进了精神病院 一段时间后 丽娜来精神病院看李尔登 如果在这个时候 李尔登还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那她就真是个傻子了 很快丽娜就向法庭 递交了离婚申请 李尔登在法庭上 将丽娜出轨的事 法官传唤了诺曼 但诺曼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自己从没有 和丽娜在一起过 看来那个男人 真的不是诺曼 丽娜的心理医生 在法庭上指染了 李尔登的精神病 丽娜还伪造了 很多对李尔登不利的证据 彻底坐实了 李尔登的罪行 法官判定 李尔登有暴力倾向 这就意味着 李尔登会被继续强制关押 由于故于悲愤 李尔登不顾律师的阻拦 冲向了丽娜 法官登记就宣判 李尔登被再次关进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的日子 李尔登开始回忆 整件事情的经过 很快他确认了 和丽娜合谋的男人是拉里 李尔登深夜趁护士不注意 偷偷打电话给拉里的妻子 同时也是他的好友伊莱恩 很快伊莱恩来精神病院 看望李尔登 两个人有了单独说话的机会 李尔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很快伊莱登也回忆起 拉里的反常之处 原来拉里打算和丽娜一起逃去西西兰 他们早就在那买了豪宅 知道真相的伊莱恩 决定和李尔登一起 报复这对肩夫淫妇 在李尔登的计划下 伊莱恩用知道丽娜出轨的事 诱骗丽娜来精神病院 而李尔登在精神病院中 提前收买了一个男人 让他在和丽娜见面时 将看守引走 这时草坪上只剩下 丽娜和李尔登两个人 李尔登问丽娜 是不是从前男友父亲 让他母亲成了精神病 获得了所谓的灵感 丽娜对自己堪称完美的计划 信心十足 他利落地承认了一切 面对丽娜丑陋的面孔 李尔登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 他深情地亲吻着丽娜 甚至在最后的时刻里 李尔登还表现得轻松自在 直到最后一刻 李尔登将双手紧紧地 压在丽娜的脖子上 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而李尔登之所以 这样堂而皇之地杀人 是因为在美国 患有精神病的人 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 而这就是丽娜这个计划中 唯一的漏洞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刚开始觉得李尔登很可怜 可是看到最后 心里又在想 他真的只是一个受害者吗 影片中李尔登经常会梦到游乐场 小丑 女人 那画面总透着一股子邪气 让人感觉背后藏有玄机 那也算是李尔登的一种潜意识 那里光怪陆离 藏着他的悔恨 他的渴望 他的痛苦 他的愤怒 全都是负面情绪 最后李尔登的顺水推舟的惩治 也不禁让人背后发凉 能想出这么一个很招的人 到底是疯子还是天才 或者人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魔鬼 你要是一个不小心 将这个魔鬼释放出来 再要关进去 恐怕就不容易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戴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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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